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抵达多哈 此前他访问了科威特 蒂勒森访问卡塔尔的目的是在于帮助解决 这个波斯湾国家与其邻国之间的争议 蒂勒森与卡塔尔外交部长萨尼在首都多哈进行会晤 并宣布了在反恐方面的协议 蒂勒森与萨尼和媒体会面时讨论了备忘录 蒂勒森说协议的达成经过了长时间的会谈 美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将恐怖主义从地球上铲除 川普总统说该地区每个国家都有绝对责任 确保恐怖主义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藏身之地 我们双方都代表各国政府签署的协议 体现了我们的专家们几个星期以来的密集讨论 让利亚德峰会精神再次发扬 这个备忘录制定出了两国最近几个月 一致几年将采取的一系列步骤 干扰并切断恐怖资金的流动 强化全球范围的反恐行动 蒂勒森将于周三访问沙特 会见与卡塔尔发生争议的 其他海湾国家领导人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麻烦一种辞入 4公分 3公分 75公分 15公分